美军目前具有怎样的太空实力 美军正在进行什么样的太空战准备 为什么美军三军都要成立航天司令部 美军为什么说太空是高边疆 空军上校代序周末开讲 云上的硝烟 权威军事讲坛感受兵家智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和平年代周末开讲 一个叫詹姆斯奥伯格的美国人 在十年前推出了天权论 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兰德公司 1998年发表了一份题为 太空新的国家权力的研究报告 正式提出天权和智天权问题 根据他们的观点 天权是国家力量的体现 天权的目的是实现国家目标 而不仅仅是军事目标 天权的运用不仅包括平时 也包括战事 天权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 维亚的说法 在美国自己看来 天权就是它的高边疆 核心是指历史上具有不断开拓 国家边疆传统的美国 今后应该在地球的外层空间 进行新的开拓 把太空作为美国新的战略 疆界和控制范围 为此美国正在为太空战做准备 就像电影《星球大战》中 所想象的那样 接下来我们请戴旭开讲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上一讲讲到 就是美国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当中 现在战争当中 它的太空因素 太空要素在现在战争当中的作用 而且还说到美国军队 他进行的这些战争 他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也就是对方都没有太空系统 所以他进行的战争才非常的顺利 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因为 这些战争的胜利而沾沾自喜 他一直还在为未来可能碰到 也有太空系统的这样一些对手 在进行准备 这一讲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美国在这些方面 进行的一些太空的军事准备 美国有一个 它的航天机构 主要是美国国家航天司令部 它是1985年组建 总部暂时设在帕德森空间基地 现在有不到1000人 其中一半来自美国空军 他司令官同时还兼任 美国的空军航天司令部 在北美航天司令部 美国航天司令部 目前拥有的装备 包括从地面的一些太空设施 一直到36000公里高的 所有轨道转过 美国的航天系统 这就是美国的航天司令部 所管的东西 主要任务是统一协调 美国所有的军事航天系统 负责导弹的预警 空间监视 包括参与美国的战略导弹防御计划等等 所以一旦要太空战打起来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 美国的决策 战争决策和指挥中心 美国的航天司令部 下面是陆海空三个军种的航天司令部 后来美国的航天司令部 已经和美国的战略司令部合并 这是后来的事情 它这个司令部 就是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 是所有航天司令部当中成立最早的 它主要任务就是提供导弹预警 因为这个时候美国跟苏联 正处在美国提出的一个星球大战 这个计划当中 因为双方的冷战主要体现在 中级导弹 核导弹 双方采用的战略 相互确保核摧毁 这个时候美国呢 他采用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计划 叫星球大战 看过美国好莱坞星球大战 那个片子的可能会对这个计划呢 有所了解 所以美国是1982年空军成立这么一个司令部 他这个作战条例 也在这个司令部也就是在93年以后 也正式的制定出来 那么他这个条例呢 就在是非常明确的 通过探索 以控制太空 达到保卫美国国家利益的目标 确保美国作战部队能够随时进出太空 绝对优势 以绝对的优势控制太空 这就是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制定的条例 他主要的职能是 借助不同的发射工具 发射卫星 以及其他的高价值的太空平台 负责还在轨道上的一些卫星的管理和运行 通过侦查反制 和对抗敌方的太空设置 控制太空 确保自己和自己的友方使用太空 那就是制太空权了 然后他通过提供太空的空气 通讯情报等等 使其他的作战能力 使其他军种的军兵种的作战能力倍增 确保美国空军唯一一支 处于战备状态的战略威慑力量 就是他的陆基弹道导弹 随时能够做出快速的反应 这就是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的四大智能 美国航天司令部的主力 目前也是主要在空军 空军航天司令部的主力 又主要在美国第十次航空队 他这个第十次航空队有五大任务 一个是太空部队的指挥与控制 对太空作战的策划指挥命令 为全球和所有的战区作战提供支援 这是美军 美国空军第十次航空队的第一大任务 第二 通过相空的雷达 也就是远程警戒雷达 各种各种的增插卫星 对地球轨道 对在目前太空的地球轨道上进行运行的 所有国家的卫星进行全程的监视 不间断的监视 进行太空防御与进攻 同时还要提交 向美国的有关部门提交 太空安全环境分析等 要通过他的这些能力 要绝对的保持美国的太空优势 第三就是通过卫星和远程警戒雷达 和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国 提供全球的战区的弹道导弹 它的预警跟踪能力 第四 第四大任务 就是指挥和控制美国的卫星 通过运行它们来为美国的国防 和美国的民间用户 提供各种太空能力和太空需求 然后就是还要能为那么各种卫星 美国的军运卫星和民运卫星发射提供服务 实际上就是说美国空军 就是把美国的航天设施 全部纳入自己的控制和指挥之下 在它这个下面还有一个第十四航空队 下室有五个连队和一个联合航空航天作战指挥中心 其中第十第二十一叫航空航天 第二十一航天连队 总部设在克罗拉多州的一个空军基地 是美国空军唯一的一个 为各大司令部和部署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美军作战部队 提供全球导弹预警的这样一支部队 所以我们可以看 现在在美国空军的变 在美国空军的编程当中 那么已经有一支专门的进行太空作战的一个力量 2006年的6月26号 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的新司令 齐尔顿将军宣誓旧 这个将军 是四星上将 四星上将 这也是美国航天司令部第一位 获得四星上将军前的一个军事 标志什么呢 标志美军对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一纵 能派一个四星上将去领导空军的一个司令部 因为美国的空军司令 也不过 美国的空军参谋长也不过就是四星上将 那么给他的空军下属的一个司令部 是一个四星上将的军前 可以看出就是美国的军方 美国的最高层对空军航天司令部的重视 这齐尔顿将军在就职仪式上说 他说我们这个司令部不同意美军任何的其他司令部 我说的不同是 司令部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其他司令部的指挥官 我们要记住这句话 所以齐尔顿说 他说我们这个司令部的每一个人都是其他司令部的指挥官 那么可以就我们大家也可以理解航天司令部有多么的重要 他还说 他说因为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其他司令部的指挥官呢 那就是因为我们掌握了其他司令部的指挥与控制的利器 利器 比如说卫星通讯等等 并且我们司令部是一天24个小时 一周七天 一年365天天天作战的指挥机构 那么齐尔顿商家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把他的 把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的这个作用 他的职能应该说讲得非常清楚 齐尔顿在这个讲话当中还说 他说一旦我们的第十次航空队负责美军全球范围的卫星通讯 一旦遭遇袭击 那么美军全球美军将六神无主 那么你可以看出他 他就是我们这个第十次航空队有多么的重要 就是美国的航天司令部有多么的重要 为此他说我们现在航天司令部下面的 我们所有的雷达 我们所有的卫星必须要每时每刻 监控全球的所有国家的太空和地面的一些大型的一些军事活动 有一个资料 1998年美国用于全世界用于航天活动的总开支是380亿美元 仅仅美国一家就占了270亿美元 欧洲当时只占了50亿美元 日本占了20亿美元 而美国在太空当中的开支的80% 也就是相当大的部分 在开支当中相当大的部分 主要是用于军事目的 因为国际法目前规定的太空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正是因为如此 美国现在实际上就是在利用这样一个国际法的一个空当 所以呢 在拼命的 在大力的发展这个太空力量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领空 领空别国的飞行器 如果别国的飞机 不管它是民用的还是军用的 如果你国家不同意 那么你的领空它是不能进入的 可是在你的领空之上就是太空 太空按目前的国际法 它是可以自由通行的 所以美国 它现在就是利用这样一个国际法 那么它的卫星在所有国家的上空 增差所有的领域 而根据美国最近它的卫星 这一起透露出来的一些性能指标 它已经可以看清楚每一辆汽车 汽车的侧牌法 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它已经可以 它拥有的这个太空增差能力 已经比越南战争期间 美国的空中增差能力还要强得多 美国成立在一系列航天机构的目的 就是要确保美国能够随时可以进入和利用太空 防止敌方摧毁 欺骗和摧毁他们的空间装置 同时还能够阻止敌方 阻止对手利用太空 这就是一个折太空增 因此美国的军事航天力量 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同它的航空作战力量 是一样重要的一个空间作战部队 并且美国的航天系统已经在和美国的空军融为一体 也就是美国的空军 它现在呢就是称呼它自己的空军 虽然我们外我们外部其他国家称美国空军还是叫叫顺口的 就是美国空军 而美国自己形容他们自己的空军 那么它就是叫航空航天军这样一个形态 所以它有几支这个特种作战部队 也叫航空航天远征部队 那就是在美国的空军当中成立的 因为它的空军在全球作战已经完全离不开太空系统的支持 美国在今后会实验一种空天飞行器 也就是实际上就是一种空天飞机 可以从地面起飞进入太空 利用太空的这个宇宙速度 可以随行作战任务 这个飞机呢 作战速度达到每小时两万五千公里 当这个飞机一旦出现以后 也就是随着美国空军未来的发展计划 它的空军将成为航空航天军 美国的四大军种都在依据他们未来的 能够装备的装备 能够装备的武器 和可能会使用的战术 他们在进行这方面的准备 美国不仅为太空站做足了这个物质准备 同时在太空站理论方面也进行了足够的准备 美国就把太空称为他们国家的高边疆 高边疆 高边疆的是美国一个退役的 叫哥勒尔姆 这样一个陆军的退役中将 于1982年向里根提交的一份报告 他这个报告的名字叫高边疆 新的国家战略 这样一个报告的核心 他指他就说历史上具有不断开拓国家边疆美德的美国 你看美国不断的开拓国家边疆 实际上就是美国从立国以后就不断的对外侵略 他把它称为是美国的美德 他说今后美国怎么样要能够向哪个地方去扩展自己的边疆 以往都是在陆地在海洋 他说未来美国应该在地球的外层空间进行新的开拓 美国太空就是美国的边疆 也是美国应该控制的范围 他是一部美国的历史 就是边疆不断变化的历史 从1776年独立战争以来 美国出现了美国的这个国家层面的一些边疆战略 好几个 也叫老边疆战略 那就是以前的13个州 新边疆 陆地上的叫后来的50个州 外边疆 那就是美国在两次大战 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西方的盟主 控制了亚洲 叫外边疆 那么现在进入了第四个阶段 叫高边疆 美国还制定了太空防御与进攻的 组织和实施的 以及未来需求的等等 一些详细的方案 他们认为未来太空战的关键任务 包括四个方面 一个是航天支援 航天支援 也就是发射和操纵这个航天器 第二就是航天力量 那就是在卫星导航导弹预警 气象通信 情报等方面 也叫太空服务 也叫支援战斗部队行动 第三是太空控制 也可以说是夺取 治天权或空间优势的 这么一个行动 也就是保护自己的太空系统 同时攻击对方的太空系统 也就是说 要能够保证自己的太空力量 能够随时进入太空 从这还能阻止对方 这个还包括 对对方的地面卫星站和卫星链 进行打击 第四是航天力量的运用 也就是说如何 运用它的空间飞行器 对敌方的地面目标 实施打击 不仅是对对方的太空目标 进行攻击 还要对对方的地面目标 进行打击 目前美国的航天司令部 以及它所属的部队 主要的精力 主要是集中在前两线任务上 也就是说为太空站做好准备 一旦太空站爆发 那么它的重点 马上转移到后两线任务上 那么下一步 美国现在正在研制各种各样的太空武器 各种各样的太空武器 除了就是我刚才说的空天飞机以外 那么美国还在进行的太空武器 有什么呢 微波武器 激光武器 还有离子素定向武器 定向能武器 按照美国国防部制定的目标 那么美国现在它的空军呢 在进行的这一系列作战任务当中 也有对太空系统的攻击和压制任务 到目前为止美国计划当中 也到2030年左右 美国将部署一个空天飞机中队 这种飞机 我刚才讲了就是要从地面起飞 通过空中 通过太空的这样一个平台 飞到敌国的这个上空 进行对空中目标和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 俄罗斯 俄罗斯的这个周刊 2003年曾经说过 他说世界航天航空领域 即将出现一次重大的突破 其意义将与加加林进入太空 人类登上月球等事件不相上下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什么呢 这就是飞机和宇宙飞船 坚硬飞机和宇宙飞船特性的太空飞机 星际飞行器 等等 他说这个21世纪 将是太空飞机的时机 2001年1月22日到26号 美国进行了一场太空战演习 然后就在这个演习的前十天 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机构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 就是建议在确立空军 确立美国空军为美国太空作战执行者 确议这么一个任务的同时 建议就是美国要成立三万人的一个作战部队 所以20世纪的战争 陈埃已经落定 那么21世纪初的这个战争 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这个战争的上空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未来战争的一个影子 人类经过数百万年的这个进化 数万年的蒙昧时期 数千年的游牧和农耕时期 还有数百年的工业文明 走到今天 应该说人类是越来越聪明 可是呢 人类始终没有走出 始终没有走出自己的影子 当人类走到哪个地方 就把战争带到哪个地方 美国这样开展这个大规模的 毫无顾忌的开辟这个太空战场 它不可能不对其他的国家 不可能不对其他的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么这些国家呢 很显然的也将会对美国的这种行为做出反应 我们将在下一讲当中 对这些情况进行简单的分析 谢谢大家 神秘飞行物略过英伦三岛上空 是外星人还是美国空天母舰 运输器上装上榴弹炮或激光武器 是超想象还是着眼未来战场 一座城市可在几分钟之内毁灭 未来战争的最后高地在哪里 空军上校待续周末开讲 云上的硝烟 这是一群神州大地上空的翩翩天使 阳光是他们的脂粉 怀云朵朵是他们的嫁衣 钢盔下红颜如烟侠 他们嫁给了谁 这是一批以亚音速飞翔的女超人 从小羔羊到空中飞鹰 是谁将他们一手担当 这是共和国奸基基家族 培育出的16名独生女 在与无数的耀眼光环下 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风雨坎坎 与情感之路 新年一时和平年代下周特别奉献六级纪录片 铁翼长虹 为你讲述新中国一批尖辑机女飞行员的成长逆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